这里要河道 河道要跑过来 好嘞 好 接下来是我最爱的一段路了 没有标线 还有车冲出来 好 它停下来了 我们就过去了 比以前好 好 这边 我们看我们的绕行 有个电行车挡着我们 注意这里的整个车道 都是完全没有中间实现的 所以随时可以超车 随时可以避让 但是对象一直在来车 所以这里还是挺考验我们的整个感知能力的 好 看你什么时候超 这个车是一定要超掉的 不可能一直跟在后面开对吧 好 选择出来了 超车车了 好 同时这还是一个钉子路口 还行啊 对于一个没有标线的路口来说 我觉得这个处理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路非常复杂 前方又要绕行了 好 我们已经提前把车位让出来了 刹车刹的比较重 好 这里是个绕行 好 我们看到了这台电瓶车 比较纠结 好 慢慢的走 慢慢的把自己贴进来 给点油 好 其实车身是扭在一点点扭在外面的 但是很正常 毕竟刚才我们进行的一个相对复杂的绕行 好 我们直走 走 前面的这台比较迪稍微有点慢 它前方还有一台很慢的车 它在等左转 我们被卡住了 好 继续 我其实最喜欢展现通用能力的地方 不是在各种画着车道线什么的东西的地方 就是在这样的一些道路上 好 我刚才那里弹出退出了一下 然后迅速的连上了 好的 连贯性上可能还需要花点时间 所以我们 Remember 见面的 上去 那里 i 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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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这边有车靠边了 我们要绕行 好 直接选择向左轻轻的打的方向 绕了出来 好 绕行完之后又回去了 可以 这可是一个路面都没有标线的地方 好嘞 我们选择的路线非常合理 还在右侧留出了一点位置给飞机动车 好 前方继续 可以看到一点就是 我们在每一个路口 基本上就一直能跟住前车 说明我们开的速度是合理的 好 这里一台飞机动车要出来 好 这里是个博弈 好 飞机动车 许美欧往这边再挤 好 了吧 过来 好 这个电影 好 这样 好 所以 这条路可以看到虽然它相对比较窄 但是车流量还是很大的 这里的车要右转进去了 我们可能要等它过去 然后向左边一个小绕行 好 他没有让开我们 好 我们开始绕行它了 不错